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我们来关心国金油价跟黄金的价格 在昨天是双双走跌的 加上美国的就业市场 现在出现了降温的情况 在4月份的职位空缺数 是来到了三年的新低 所以市场也认为说 美国联准会很有可能 在今年9月份就会开始来降息 另外包括欧洲央行 以及在加拿大央行 在这个礼拜都有可能会宣布降息 全球进入了降息格局 对接下来的投资市场 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另外来关心的是 那么回答来到台湾掀起了热潮 大家也在想会不会像台积电一样 因为回答在先前 他们也宣布说 接下来会在台湾盖第二座的研发中心 会不会也带动当地的房价 现在9个县市都想跟回答说 赶快选我 那么现在大家都希望回答 可以到当地去设厂 那么房价可以迎来新一波的高潮吗 不过现在也因为房市太热 那么现在就传出说 央行开始找房仲 跟银行要来喝咖啡了 有可能会祭出新的管制措施 这是开始要来打压房价了吗 以及在台北市万华的 这个在过去被称为 猛鬼大楼的西宁国宅 现在传出在明年就要拆了 2026年会改建成为社会住宅 在改建之后 有机会带动周边房价的一个上扬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 南台科大财经系助理教授朱岳中 大家好 财经专家游廷好 大家晚安 金融看副总主笔段施杰 大家好 前经经理人温建勋 小雨浩大家好 好 我们先请教廷浩 到底是不是真的 马上就要降息了 因为我们看到 在过去美国联总会很关心的 包括通膨的问题 现在因为油价开始走跌 是不是要降下来 另外就是就业市场 职位空缺数来到了三年的省低 没错 所以我们都很清楚 在过去一段时间 美国通膨的僵固性 它主要来自于两大因子 第一个就是大宗资产走势的方向 第二点就是核心服务通膨 也就是工资水平的大小 这一波我们看到 因为礼拜五就要公布飞农了 飞农的好或坏 它不影响到通膨的高或低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人家说飞农强 不就代表正在工作的人多 那应该就业市场会大好 那为什么跟通膨没有太大关系呢 因为目前大部分 美国非农就业数据 有显著的冲告 都来自于我们看到 最近几年海外移民 或者我们讲做非法移民 进入到美国市场当中 取代的工作 而这些工作 它不会造成薪资水平的失控 为什么 因为它是非法移民 做的工作本身 并不会有更显著的推动 反而有可能把平均薪资给拉低 这第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看劳动类市场 到底紧不紧俏 我们可以从昨天所公布的 职位空缺数来做观察 这一波的4月份的职位空缺数 是805万个 前迟上一个月 3月份是830万 原本市场的预估值 今年4月应该还是缺830万 结果远远比市场低了30万 是21年2月份以来的新低 这说明着市场上 对于职位空缺没这么缺了 美国的辞职人数 从当时在2021年中旬的高点 大概有450万人左右辞职 到现在只剩下350万 越来越低了 说明什么事情 市场没那么紧俏 紧俏到我随时可以跳槽了 这个时候劳动力市场的稳定 它可以伴随着薪资水平的下滑 对于美国通膨的降温 它有一大启示的意味存在 第二个造成美国通膨 预估在今年有持续下行空间 其实就是油价 油价昨天大破底 几乎是崩盘式下跌 为什么原油价格在短期内 从当时80 90美元每桶 一路跌到现在 只剩下70几块 原因就在于 中东开始受不了了 开始减缓它过去 原本预估减产的目标值 也就是它决定 减产幅度稍微缩载 甚至有可能转为增产 为什么中东在过去一段时间 要采取减产措施 原因是因为它要把原油价格 维持在相对高档 借由减少供给 来使得原油的获利持续存在 但它造成的副作用是什么 它造成的副作用是 在过去几年 我们看到在中东的产量 开始有所递换 而我们看到 美国易燕油的产量 只是持续地冲高 什么意思呢 你虽然稳定了当下的获利 你适度地进行了减产 但问题是市占率 都被美国的燕油给抢走了 所以这个时候反而 我要夺回我的市占 就必须要增加自己的生产 开始慢慢的增产 没错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联总会保持在高利率 已经维持接近三年的时间了 可是这样的一个高利率 难道对于消费没有任何影响吗 照理来讲 现在是准备迎来暑假旺季 美国通常那种自驾油 通常都是集中在七月份八月份 照理来讲会有更新一波的原油的预估需求提振 可是在今年度 我们看到却没有非常明显的涌现 说明什么事情 说明市场对于高利率 还是有一定敏感程度的冲击的 所以这几个因子 它代表是什么 僵固性最高的薪资不会失控 原油价格的崩跌 也导致了通膨下行趋势成立 它最终导致的结果 就是市场的降息预期 又重新归来了 我们看到美国十年期 政府公债殖率的变化 本来在前波 你看到当时包额 或者联总会的官员 一直放音 一直暗暖市场的情绪 导致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快速的走高 结果在下礼拜的FOMC 利率决策会议之前 你看到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重新回到4.3%了 长天期国债 是有显著的大涨迹象存在 所以在各种利多因子底下 就导致的市场 有可能在通膨的进展 超出我们原本的预期 使得市场的降息预期 开始提前 原本会担心 9月份会不会降不成的 现在9月份的信心 夺回来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 在债券市场近期的波动 甚至比股市 还要来得大的原因 好 除了美国 在9月份可能会降息 大家就说 欧洲央行要降息的话 几乎是势在必行 还有包括加拿大央行 也有可能在这个礼拜 就会宣布要降息 现在全球进入降息循环 美英就说了 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说 接下来整个要因应 金融市场的变化 是不是这个时间点 要买美债赶快上车 反而倒是要去抛售美股 买美债不一定要抛售美股 我们讲说美股跟美债 它其实是一种 我们讲替代关系 而并不是百分之百的 互补关系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正常的逻辑是 资金就一套 你买了美股 美债通常就不会有资金流入 但不代表美股涨 美债就要一直大跌 要不然美国股市 长期在创新高 美债不是长期 要创历史新低了吗 所以它是一个资金的轮动 有时候资金偏好股市 有时候资金偏好债市 而现在我们在今年所看到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在年底以前 你会看到两项资产 同时受到市场的青睐 为什么呢 就是像先前是 前几年的时候 是美债跟美股 都是同时走跌 但现在可能到年底之前 美股跟美债同步上扬吗 没错 那对于股票市场的青睐 它主要来自于AI股票的驱动 但是也有一大部分人认为 美国股市 你看台北股市 那警惕信号灯 快要碰到红灯了 难道不该居高思维一下吗 所以避险性的买盘 也会流到债券市场 那过去流到债券市场 大家也不觉得会马上涨 原因是因为联准会的降息预期 还没有这么明确的表态 现在随着通膨目标 即将达成以后 市场就有更新一步的预期 更何况 现在有一个更多的历史 历多开始出现了 什么历多 就是如果有这种重量级央行 提前联准会先降息的话 那联准会的降息 它基本上 只是符合市场的主基调而已 我们举例来说 今天晚上欧洲央行 就要召开货币政策会议 这期预估会从基准利率4% 调降易到3.75% 这是2019年以来首度降息 基本上全球在过去 欧美消费市场段当中 由于高通膨 欧洲央行跟联准会 几乎是完全同步的 所以如果欧洲央行 提前先进入到降息格局 现在预估英国央行即将跟进 是不是就意味着 全球就正式进入到降息循环 由他开的头 那我们可以具体了解 欧洲央行到底有没有底气降息呢 我们事实上如果具体留意 彭博社经济学家 对于欧洲央行的降息预期 普遍比美国多一码 美国现在预估是 年底前降息两码 一次在9月 一次在12月 那现在欧洲央行的预估 是6月9月12月各降一码 占比大概有接近7成 就是在6月宣布降息之后 可能在年底前还会再降两次 9月跟12月各降一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成效 第一件事情 是欧央长期早就已经习惯 宽松利率 他已经好几年的负利率 是在这几年才突然回到正利率 所以他本来就能够接受 相对有刺激性的通膨 所产生的效果 欧洲央行在4月份 当时的CPI年增率是多少 是2.4%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把钱存到欧洲央行 所体制内的商业银行系统 拿到的是接近4%的定存 你光定存就跑赢通膨了 所以他有没有达到他的紧缩目标 肯定是有的 第二件事情 现在欧洲出现非常极端的现象 就是薪资居然涨幅 年增幅 比央行利率还快 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观察到 欧元区一季度工资增长的幅度 是高达4.3% 它甚至比基准利率还得高 就是你的薪资跑赢了央行的利率 央行的利率又跑赢了通膨 美国市场不一样 美国现在是薪资有增长 大概还在3%左右 可是勉强跑赢通膨而已 所以欧洲央行是进度超前 所以他有更多降息的空间存在 欧洲央行在过往的动作 是比任何人想的还要来的谨慎 很多人会担心 连准会有没有可能降一码就停很久 或者还多升息一码 跟你来来复复 欧央通常不会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欧央是一个央行 代表十几个国家 所以他是要非常稳定的政策 他要同时衡量法国跟德国经济体制的关系 所以相信一旦欧央开启了降息循环以后 全球就正式进入到降息循环当中 那最后一件事情 那就是对于债券市场 是否有显著的提振效果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奠定 债券市场全面底部的可能性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今年年底 另外一件重要大事 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 那通常你会发现 在总统大选年 如果我们是五月份 一路到十月份 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前一个月 这过去六个月的表现 是美国股市在大选年 收涨机率最高的 有77.8% 它说明什么事情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 可以很确认的一件事情是 现在的整个氛围是好的 就算不好 都有人盯着 因为他要总统大选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底下 我们就可以造就 股票市场 它会延续的复苏期 持续的繁荣上去 那债券市场 你会看到 由于这种预防性降息的产生 我们即将在2020年下半年 终于 终于 等了那么久 终于看到 债券市场的初升段 开始产生了 不会马上进入到初升段 因为看起来 大家都是预防性降息 但是至少我们同时 看到了股债双阳的一年 好 刚刚停号到我们看到 接下来在今年下半年 很有可能会出现 股债双涨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欧洲央行 可能开出了降息的第一枪之后 美国联准会在今年9月 也有可能会开始 进入到一个降息的一个循环 当然说到刺激经济 其实中国大陆的刺激经济 其实现在摩根大同也说 人行预计在今年会降息两次 不过我们说到 中国现在真的刺激经济 有这么容易吗 要带动他们的消费 带动观光 我们请朱老师带我们看 现在还传出说 他们这个号称亚洲第一瀑布的这个水 竟然是水管放的 这个事情看起来真的是有点离谱 这个河岸云台山云台瀑布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 可是就有游客去了那边之后 我是觉得他真的是假扒小言 怎么说了 你居然从下面爬 爬到最上面 就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居然瀑布的水是水管放出来的 这大家就很失望 跟我说这是亚洲最壮观的瀑布 高314公尺 不得了 这个单位负责的就出来说 因为大家也知道 会有水很多的时候 有枯水期 那你想如果今天是枯水期 你游客来结果没有水 是不是觉得很不舒服 我为了不要让游客失望 所以我在枯水期就放水 想想也算有道理 然后又查了一下 瑞士大家冬天都会去滑雪 对不对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以去年来说 瑞士百分之九十九的滑雪场 都是人造雪 为什么 气候异常 对没有下雪 所以我们这件事情 我们就姑且原谅他 感觉也合理 再来看下面这件事情 好那这件原谅他我们再看 那我们去动物园 大家看很多很多动物 话说又有一个游客 到中国一个动物园 说说哇好便宜 有门票只要五块钱 甚至遇到打折半价两块半 进去之后就一看傻眼的 火鸡是鸡 野鸡是鸡 贵妃鸡是鸡 珍珠鸡还是鸡 甚至叫告诉我每周夜 结果还是鸡 好那总是有一个鸡 不是鸡的了 他叫做孔雀 可是却是一只鸽子 这就真的是有点过分 不过我也真的要替他讲话了 他只是跟你说这只鸽子的名字叫孔雀 他不是孔雀你误会了 好这是贵妃鸡 你有贵宾狗不可以有贵妃鸡吗 他只是他的名字叫贵妃鸡 好你说 朱老师你会凹 来那这种没有话说了 他跟我说这是野猪 就明明就是一只狗 我就说有网友说不是我说的 今天野猪伦羞 所以今天狗来代办一下 大家不要太辛苦了 终于有一个真的了 狐狸 所以这样子的动物园 花两块半人民币 何台币大概十三四块 你觉得OK不OK 你自己看着办 所以你要说他是照讲 那我们也没话说 那说他是情有可原 那就算了 来可是这个真的就是大事 这就不能开玩笑的 恒大 大家当然都知道 他不是说只有说生意不好 他是这十几二十年来 他的财报都是造假 都是造假 对这个事情就很大 对他根本没有这么会赚钱 公司生意也没这么好 那都是造假 那造假也就算了 现在更大的问题就是 你的钱居然是从中国的银行 掏出来的 那问题就大条了 好 所以现在就出来了 恒大被罚钱 好 这我们前节目讲过 这不多说 那有可能被处终身监禁 这件事情 终身监禁 终身进入市 股市 那可是另外这个人就很惨了 好 因为借钱给他的前这个中国中信银行的行长被判死刑 好严重 好 那不就让我们想到越南女首富 女首富也被判死刑 那站在中国的立场中信银行 这个国营的银行 你等于你是公务员身份 你有重大的贪污 判你死刑不过分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网友说许家印搞不好也会被判死刑 许家印也可能被判死刑 有可能 当然现在没有出来 那我个人觉得可能性可能低点 虽然有这个越南的 女首富被判死刑 可是我觉得我把你关着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老婆早就把钱带到加拿大去了 有没有可能借我把你长期关起来 逼你把钱给送回来 如果一枪把你毙了 钱个不可能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要把他枪毙的可能性比较低 要是我是中国官员 我不会这么让你简单就死掉了 我还是重点是把你的钱给要回来 好除了这些之外 那更重大就是中国经济数据到底有没有造假 这是大家常常讨论的问题吗 我们就以第一季 GDP5.3比去年全年的5.2高 而且还比市场预期都来得高 可是现在有个数据出来告诉你 五月份的支交业 PMI我们要先知道 PMI其实有 其实在一般我们这几年非常重视 因为他会比很多经济数据更准 而且还有预测的效果 但是来你看到 五月份最新的数字49.5 你看龙库线五十 也就是说五十以上代表在成长 五十以上在衰落 可是你看到过去就只有两个月是上去的 你整个一月二月下来的 三四月是上去 五月又下来了 可是你刚刚我们刚说什么 你第一季跟我们说你经济很好 对 这就有猫腻了 更不要说如果你拉一整年 好二零二三年的时候 告诉你二零二三年 你跟我说你成长五点二八 可是实际上我们整个龙库线 有没有看到 就只有在年初的时候很高 其他这个时间点 都是在龙库线以下 那不得不让人怀疑 你的数字有问题 那也就不多说其他的 如果今天政府跟我說 国家经济非常好 你是民间企业 你会做什么事情 你是不是会想要扩张 我的产能 多聘人 多买机器 多买原物料 这价值问题来了 如果大家企业相信你的数据 我做了这件事情 结果东西卖不掉 谁负责 来 你看到长城汽车 中国不是都说他们的电动车 没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吗 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看 PMI里面 你发现什么 产出跟新出口订单 这两个其实都在下降 这不就在告诉你 你的数字是有问题的 你实际上没有那么好 所以此消就有笔涨 谁涨了 来 我们看到印度 当然不用花 因为中国制造业 就是面临印度的挑战 好 那印度大家现在最关心的 就是选举刚结束 结果你看到 穆迪所属的这个印度人民党 产胜 虽然还是赢了 可是赢得非常的难看 大家说他必须要靠盟友 才能够稳住他多数党的股位 因为质疑他自己所属政党 是没有过半的 对 在前一届 就是他不靠别人都有过半 这次只靠自己没有过半 所以如果要靠盟友 那他的问题真的很大吗 好 所以呢 你看到莫迪第一时间 当然出来承认说 真的选的不好 所以你看到一连串的 很多的动作 告诉你 我要持续采一系列的轻商措施 大家可能对这个比较没有概念 因为印度以前 尤其在穆迪之前 印度其实对外商 其实是不是很友善的 讲难听点就是把你骗进来 然后进来之后 你就吃了苦头 我至少退出 譬如说Walmart就遇到这种事情 福特汽车也遇过这种事情 更不要说我们台湾的某资讯厂 不也是进去之后又出来吗 好 很多都是因为印度有太多 对外资不友善的事情 可是他现在第一时间 就跳出来说了 哎呀 放心 我接下来会很多很多的大动作 要让我的整个经济 整个暢化 尤其是大家有注意到 我们利基列懂 利基列是到印度去投资 半导体厂了 甚至那时候要电机的时候 目的是亲自去参加电机仪式 那他就在这个电机仪式上 讲一句话 我个人觉得 其实真的是还蛮有意思的 他说什么呢 过去呢 这个资讯科技产业的发展 印度都没有参与 可是现在半导体时代 AI时代来临 印度绝对不会缺席 所以你看到现在的印度 你不能再用过去的印度来想好 可是回到一个现实的问题 印度现在还是有很多问题 你看到这个事情热浪 当然这不是目的的错 可是问你这件事情真的很夸张 影响真的太大 影响太大 五十度 甚至有些地区到五十七度 对 这种温度热死人 他不是形容词 是冻词 真的有人就是 我们知道印度选举刚结束 光在这个选举期间 这个选务人员就有三十三个被热死 你看这多可怕 那再加上其他的一般的民众 光这段时间两百多个人被热死 不过太热有一个好处 其实台湾有医药的情况 蚊子就不见了 连蚊子都热到 像与我家 我们家注意的 外面就是社区的院的那个花圃 所以常常蚊子很多 但是我们大概观察到 大概三十六七度以上 蚊子就会少很多 所以到五十度 基本上不会有蚊子 但是这件事情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所以我们再回到 大家还是比较关心 印度的经济问题 你看到最新他们公布 他们二零二三财年 就要知道印度的财政年 是算到今年的第三月份才结束 所以你看他刚公布的二零二三财年 成长率八点二趴 原本预估才七点六 七点六已经不得了 实际上出来八点二 所以回到一个问题 你看到中国也说自己的经济很好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再看到印度也说他经济很好 可是我们看到的面向当然就是制造业都到印度去了 我们想得到别人不说光一个苹果就多少的这些产能都移到印度去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不要因为昨天的印度股市大跌 你就觉得好像印度不行了 从经济面 从他现在要做的动作 我觉得印度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好 刚刚朱老师 但我们看到在这一次 这个印度的一个大选 包括这个目的的一个部分 虽然是产胜 但是对于整个经济面来讲的话 接下来他们包括在制造业 要持续跟中国大陆来抗衡 也包括在AI的部分 也会来发展 说到AI现在已经是全世界 在积极发展的一个趋势了 包括在这一次黄仁勋 来到台湾带动的AI旋风 我们说到黄仁勋 在这一次来到台湾除了固装之外 我们要请副总组比达我们看 他现在还要来强强联手 他找的这个合作伙伴 就是长庚 我们说以后在长庚 很有可能会出现 这个AI学姐来照顾病患 对 菲宇你知道最近 大家见面的问候宇都是什么吗 就是黄仁勋 晚上去吃的那一摊 你吃过了没有 大家都非常注意 这个黄仁勋的动向 美食地图 对 回答也不是只有去 这个Computex 我们知道 这个挥达全球医疗业务部门的副总裁 昨天就率团前往了 这个林口长庚医院去拜访 就是两边要来布局 这个人工智慧的技术 包括这个生成式AI 还有医护机器人等等的研发 那我们知道 其实台湾有几个大的产业 在过去很积极的建制 这个繁体中文的 这个大语言模型 那其中在这个医疗的 这个生成式AI 就是由长庚的这个 医疗人工智能核心实验室 来主导 那用的是什么 就是挥达的算力 所以说其实长庚医院 一开始只是挥达的客户 但是最近双方很紧密的结合 这近几年就开了上百次的会 那其实就有人私下就戏称说 其实长庚是这个医疗机构 如果说是上市柜公司的话 那早就是这个挥达概念股了 对不对 马上就是标普了 对对对对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这个 那我们知道其实长庚 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 他就引进了这个AI 那一开始就导入了 四套挥达的系统 然后来发展AI医疗影像辨识系统 那为什么我们要发展 这个影像辨识系统呢 因为我们知道人体 是非常精密的 比如说像是这个 腕部周状骨骨折 这个初期症状并不明显 我们知道一般骨折 你可能会很痛或肿起来 但是它这个看不出来 然后因此常常被误诊 或者医生说 你可能就是这个腕部扭伤 手扭到了 但是透过他们的人工智慧 腕部周状骨骨折 侦测软体 他就能够有效发现 临床上不容易看得出来的 这个骨折 那包括说我们知道 还有这个AI学姐系统 听起来是不是很亲切 AI学姐 对我们知道其实 像我自己以前在住院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这个护理师非常的辛苦 有没有 他一个晚上要进来 巡房好几次 帮你换药 照顾好几床的病患 对其实真的很辛苦 就推着那个车子 一床一床的去那个 但是现在他们发展出来 这个AI学姐系统 那其实就是来分担 这个护理师的重任 包括这个照顾病人 然后用这个语音智慧化的 这个会诊的系统 可以快速的回答问题 那甚至可以帮忙 这个简化这个临床的工作流程 那最重要的是 他们也还发明 开发了这个病房辅助机器人 也就是说可以协助这个护理师 发放物品 或者是来记录 这些临床的业务等等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这个发明 好 不过我们再请教副总编辑 我们说到这个 在这一次的Computex 其实AI批加就是一个重点 那么在这一次呢 金周刊也特别独家专访了 就是高通的这个CEO 艾蒙的一个部分 其实呢 华尔街日报呢 他们也直言说 高通很有可能是在整个AI浪潮下 被低估的一个潜力估 对 我们知道这个最近大家都被 这四个字轰炸对不对 AIPC 对 那我们在这个Computex上面 也看到了这个AIPC超级刺客 是谁呢 就是高通 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说 它到底会对我们的生活 带来什么样的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这个AI 终于要从这个天上下凡到人间了 对不对 对 那未来对于我们 在这个手机上面或是电脑上面 这个使用的习惯 都会相当的不一样 那比如说像这个华尔街 就有一个日报记者分享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分享他的体验 他说他曾经在笔电上面 这个AI笔电上面 开启一个画有海洋生物 却没有其他文字的简报档 那他把这个答案关起来 隔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在这个电脑输入指令说 找到那个有余的简报档 接下来这个这个只有图片 没有文字的简报档就打开了 对 所以未来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电脑就会变得非常的聪明 对 那我们知道说 比如说你他就说 你给你的手机看这个食物的照片 然后他就可以生成一套食谱 或说你在跟你的朋友 讲话聊天的时候 这个AI生成 他就可以生成一些相关的图片 来跟朋友分享图片 那尤其艾蒙说 未来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式 终将被这个消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 以往我们要管理这个银行账户 我们必须要使用APP 要这个应用程式 但是未来银行只要跟这个AI建立连结 那你只要直接跟手机问说 我现在账户没有多少钱 我上个礼拜钱花到哪里去了 对不对 然后是用卡刷了多少钱 其实AI就能够立刻回应你的需求 所以说你看手机已经变成了一个 全新的设备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说 像这个高通 它其实有跟全球大厂来合作 包括在这个车宅的应用 还有这个地端的这个生成式应用 为什么是地端呢 因为我们知道 包括这个自驾系统 对不对 里面这个ADAS的 这个整合的感测 还有影像雷达等等 其实你要处理它 这个运算是要在几毫秒之内 所以说这个自驾的这个处理器 它必须要相当于这个伺服器的等级 那我们总不可能在后车厢放一个伺服器 对不对 所以未来当生成是AI进入了汽车驾驶舱内 那只要这个车子开到一半 警示灯亮起来 那你要做什么 你只要开口问就好了 你只要问AI 那AI就马上从这个车内的感应器里面 来收集资讯 判断说你要不要马上进场来维修 那甚至它能够马上就抓到 你跟保养厂都有空的时间 然后来帮你运约 好方便 对 那甚至说你只要对着AI说 我想要买两盒牛奶 它就会马上帮你看这附近 最快能够买到牛奶的地方 而且来帮你规划路径 所以看起来现在有这个 AI PCI手机之后 感觉我们的生活都会越来越便利 也越来越丰富了 好 刚刚副总主比 但我们看到有了AI之后 以后包括我们开的车 还有我们使用的手机 以及个人电脑 都会变得更加的一个聪明 让生活更方便 不过说到这个AI的话 在这一次 这个黄仁勋来到台湾 掀起了风潮 那么现在他有可能 也循台积电模式 可能影响台湾的一个房价 我们请教建讯 回答他事述说 在台湾盖第二座的这个研发中心 现在台湾九个县市 就变得非常的一个积极 马上就说选我选我 现在传出说很有可能会落脚的地方 包括新竹县高雄 呼声都很高 稀有台积村 现在有回答房 以前的房市跟着台积电走就对了 房价就文机起舞 现在跟着回答走 就会积极火热 我讲的是灰 非常的灰 然后房价就一直起来 现在传出了说我要盖台湾 就是会要盖第一个 第二个研发中心 然后另外还有 他的一个超大的超级电脑的总部 那在哪边呢 有九个县市说选我选我 你看他提供多少工作机会 就跟百万小学堂一样 大家所有县市长都爱选 但是在今天早上立法院 这个经济部长好像有暗示说 有可能会在高雄 但是这只能暗示 因为真的花钱的人 真的要盖的人是黄勋 所以黄勋不能够 我们的官方不能够略他之美 但也有听说跟新竹县府 也有接触 对 每个都有县市长 台南什么都有 好 那我们讲说在高雄的部分 高雄的市长陈希迈 他非常的积极 他本身就有开船的驾照 所以他就说 我们高雄除了六合夜市很棒 好山好水之外 我另外给你三席的船的位置 一般我们讲中小企业组 都是买表 买车 但是比较中大型的企业组 是买船 不管是60尺 80尺的船 一个船位都很贵 是船位 不是船位 那更国际级的CEO 就是机位 停机坪 所以我喊话一下 那个齐迈市长 下一次要在国际集资商的时候 你不要只送船位 你也可以送这个机位 好 那我们讲说高雄最近的房子很热 那主要是很多的科技 大厂都纷纷的进驻了 好 我们来看北高雄 我们看地图就可以了 这个TSMC一个晶圆片 它是重镇 它是神山 它是航空母舰 旁边就是月光 这有风侧 那艾斯摩尔就在旁边 所以其实这整个风侧 半导体上下游 大概就已经有了 那在南高雄的部分 绿色的这个就是徽达 你们看 就是徽达 那也是绿色 但是这次被哀怨说 徽达的晚餐怎么没有找我 是人保 那另外就是红色的H 是红海 那这个伪创是伪创 所以南高雄的部分 比较像是系统厂商 AI系统厂商在这边 所以南北高雄 都有很多的聚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近的房市有多热 数字都会说话 七都 它过去今年第一季 YOY就是跟去年比起来 它的销售的金额 跟移转的动数 都大幅的增加到一倍以上 我们先来看全台 全台是 就是近5季预售屋的总销金额 看看谁最多 高雄最多 高雄最多好不好 有223%的移转金额 就是这么热 热到这么热 然后妙的是 你看它的移转的动数 只有199% 200% 但是移转的金额 只有234% 38% 这代表什么 金额变贵了 涨价了 涨价 就是交易的很频繁 然后又涨价了 高雄讲说 很多重镇都在插旗 现在是鸿海GB200 斐游我跟你聊天聊一下 就是说我前两天 去参加了电脑展 我第一个就是朝圣的 这个GB200你知道吗 马上去看一下 GB200 大概高度大概这么高 然后这个只有我们的一半宽 然后它这个卖多少钱 大概1亿新台币 我几乎是用跪着看 因为实在是太贵了 银翼台币 银翼台币 它当然有用玻璃把屏幕 弄坏了 大家谁都赔不起 等于两栋豪宅就在你前面 那GB200 鸿海也因为做了GB200 整个市值大翻身 那他现在说 我要跟你携手 这个辉达GB200 伺服进中心 我也在高雄 所以高雄 鸿海也来参一脚 就让高雄整个房地产 非常的火热 好 不过我们再请教监讯 这几年我们说到 你刚刚有提到 就是其实很多都是要插起高雄 所以当然这些科技场 也带动了当地房价的一个走高 到底现在房市热到什么程度 现在听说就是有些房子 你根本去买的话 你还是要凭运气 甚至还要抽签才买得到 虽然我觉得有些都是 建商取出来的手段 或者是伎俩 或者是话术 但是看起来 这真的有些民众就遇到了 而且你完全不能考虑 我们买房子 上了动辄上千万的东西 当然是要考虑一下 但是现在你只要考虑 你就买不到了 对 因为现在 现在很多人就是想说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因为太热了 有没有想要买同一户 要抽签才能够购买 这搞得好像是什么 同个学区大家要收签一样 而且开价补二价 好硬 有没有这么硬 太硬了 而且小坪数是热卖 这可以理解 对 因为它比较好入手 然后买来给它可以租人 好 那高雄 很多房地产都赚到钱了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有个阳系女子 七年持有赚了一千三百多万 超赚的 那卖了之后 你当然要缴税 国民义务就要缴税 结果你就欠税 欠了多少 欠了两百多万 然后一定要行政执行数据 给你扣押假扣押了 因为他发现 你这个真是有钱人 里面的现金 还有存股 我把它卖一卖 我这个两百多万 就可以卖一卖掉 所以一贾扣押之后 这个阳系女子就说 卖了卖了 我拿信用卡 我用信用卡缴 我觉得很妙的是 一张信用卡刷了两百七十万 额度这么高 太炫了 有两百七十一万的 这个信用卡的额度 我猜可能是黑卡 只有人之一吧 那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来讲一下 高雄房地产 有一些比较特殊 有趣的现象 就是买房子送车子 这感觉是五子登科 你只要有影子 他就给你什么 房子车子 但是妻子跟儿子 不好意思 你自己要努力 好不好 他说有一个五年的中古 要卖 卖一千一百八十八万 他本来是一坪 附近的是开三十万 但是他开二十六万 还算合理 算相对的有诚意 这个车子应该是 凯燕相关的车子 看起来像是保时捷 对 保时捷 这个十年的房 十年的保时捷 大概只剩一百多万不到 但是看起来 买房子送车子 还蛮棒的 最后还有一个 高雄有一个34年的楼中楼 卖两千三百多万 它奇怪是它的装潢 它的装潢是绿色跟金色搭配 这某一看像是什么 像是法老王降临 所以很多的网友都说 太庄严了 这个我不敢买 买到撞到 撞到什么呢 自己去想好不好 但是我最后要讲的事情是说 很多人凶宅也敢买 像这种利用 这种奇怪的装潢 去砍价杀架 真的赚到口袋来 才是很棒的人 好 刚刚这个建讯段 我们看到 现在房市非常地热 包括南台湾的一个高雄 但会不会也是因为 这个房市太热 现在也传出说央行 开始找房仲跟银行 来喝咖啡 是会寄出新的管制措施 开始打房了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上午来关心